人人都想创业 人人都想成为马云 那么你能不能成为马云 我想首先我们要打好基本功 三个基本功 第一个你要借鉴成功企业的经验 第二个你要找到打动投资者的五个要点 另外要抓住互联网家下的八个风口 企业成功有三要素 好风口 好导师 好团队 好风口就是好红利 中国的工业化释放的是制造红利 城市化释放的是资源红利 那么信仰化释放的是技术红利 那么在制造红利里面 成就了年规模过2000亿的 世界级的大企业 海尔 联想 华为 城市化资源红利 造就了2000亿规模 中国非常大的房地产企业 你像万达 万科 绿地 新一化释放的是技术红利 造就了市值过千亿美金的BAT 它不仅影响了我们中国 也在影响了整个世界 下一个风口一定是互联网家 是资本的红利 我想中国一定会出现企业规模 过万亿的企业 那么第二个呢 就有一个好导师 不仅教我们做事的方法 有的时候更多的是 教给我们一些做人的原则 海尔的张总 在他身上我学到了 打败我们只有自己这种气概 第二位呢是 海尔伦志总 他终于杰 我在他身上学到了 信任就是年轻人财富的这种价值观 以及您做第一活一天 不做第二活一天 那种人生态度 那么第三个呢 是好孩子集团的老板宋总 他评着我是第一 我一定可以成为第一种信念 把一个负债200万的一个校办工厂 做成了一个中国 乃及世界最大的一个儿童产业 那么现在这位呢 是我的合作伙伴 他的最大特点 就成就别人 自己快乐 这也是他为什么 一直在吸引我 跟他一起创业的一个根本原因 第三个呢 一定要有好的团队 有团队才有好力量 小米雷军凭借了七军子 实际上它大大的降低了 信任成本 马云的十八罗汉 创立了合伙人机制 造就了一个 市值2300亿的一个了不起的企业 京东的销售规模和投资者容金的额度 基本上和他从外面引进的高管的数量成正米 当然了 成功的不少 失败的更多 咱们中国 三十年来优秀企业的倒闭 仍然高达80% 总结起来 无非就三点 第一 风口没抓住 变成了火山口 第二个呢 引的不是贵人 最后成了仇人 第三个呢 家不合 最后呢 也不行 现在都 讲 创业很难 真正有本事的创业 不是你去找钱 而是让钱来找你 那么我认为呢 打动投资者的心呢 要具备五要点 你的产业 市场容量无限大 获取用户成本无限低 模式好复制 盈利模式要清晰 团队要有战斗力 第一个呢 就市场容量不够大 一般来说 平台型 工具型 2C的企业 受投资的追捧 第二个呢 就获取用户的成本无限低 对企业来说 要深刻理解互联网的 本质性的原则 就是六个字 东西好 便宜 方便 那么第一打车 京东 支付宝 都是源于对 传统企业的交流 交易 交付的三个颠覆 那么对用户来讲 你就是讲九个字 吸得来 粘得住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说的 这个 无微信不生活 那么前一段呢 大家看到一篇新闻 阿里巴巴换帅 为什么呢 它的利润下降48% 实际上在一年以前 我作为它战略顾问的时候 我就提出来 你一定会遇到这一个点 为什么 因为你的用户在阿里上交易的成本越来越高 你这么高的交易成本 我认为 一定比这企业要么找新的平台 要么企业发展自媒体 另外一个呢 我想中国特别大的加点企业 如果能够把每年上千万台这个用户 变成一种免费的流量入口 将来仍然会产生了不起的互联网加的企业 第三个呢 模式好复制 互联网的本质就是品牌经济 如果你做企业 你胜出的一定是品牌 如果你做服务 胜出的一定是口碑 那么再一个呢 复制的要素呢 一定是模块化和标准化 那么为什么中产很难做成全世界连锁 因为它的核心工业掌握在大厨手里 盐少许 油少许 怎么个许 不知道 那肯德基呢 多少克基 多少克油 多少的温度 炸出来的味道 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呢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启迪和启发 万科和万达 就是用了工业化的思路 把最不标准化的房地产 变成了 这个模块化和标准化 也就成为了这两家企业 为什么能够做到年规模 过两千亿 第四个呢 盈利模式要清晰 淘宝盈利靠的是支付宝 京东盈利靠的是白条 小米盈利靠的是大数据 大家都认为小米是个手机公司 不是 它是个互联网公司 卖卖手机 积攒了这么大的用户 干什么 做移动电源 做移动电源的时候 价格是别人的一半 质量还比别人好 第五个呢 团队要有战斗力 投资本质就是投人 我投的是团队 而不是团伙 团队和团伙最本质的区别 是有机制驱动下 有共同目标的一个组织 团队里面呢 我们也要讲三个三分之一 就是你的员工 三分之一是自己培养 为什么 他是你的敌系部队 当你企业遇到卡的时候 他会和你一起成长 第二个呢 三分之一的人才呢 从外部引进 从外部引进来 你就知道 你这个企业和外部对标 你企业输在哪里 另外一个呢 要防止 全部是你自己带的员工 我们经常讲 就是萝卜炒萝卜 最后还是萝卜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 引一颗人参 把萝卜卖成人参价 古代讲 门客三千 现在有的企业里面 叫搞四种会 它本质都是借用 外部资源的一种原理 能借众人之力 无敌于天下 能借众人之志 无疑先贤 我想它就是一种 整合借力的思维 第三个呢 我们要看头的阅历 和格局 阅历是什么 你做成功过什么 马云现在做任何一个项目 都会有人追捧 为什么 因为它成功过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看头的格局 首先呢 这个头呢 要懂得感激和感恩 如果不懂得感激和感恩的一个人 他很难把自己的股份和利益 分给自己的部下 和分给自己的合作者 第二个呢 头呢 要有眼量和胆量 所谓的眼量 就是能够抓住风口 那么所谓的胆量呢 就是挑战自我 真正好的企业 不怕目标定得高 就怕目标定不高 你定得越高 你的头和你员工 越有战斗力 第三个呢 就是讲 头的任性与悟性 创业呢 不可能一帆风顺 看一个企业 你能不能成功 不是在你顺的时候 多么伟大 而是在你逆境的时候 你能不能崛起 第三个呢 我们要抓住互联网 加下的八个风口 我们认为呢 将来的八个风口 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风口呢 就是工业4.0 带来的3G打印和机器人 那么第二个 是IT技术升级 穿戴设备 物联网 第三个呢 O2O的体验经济 互联网的企业 和实业结合起来 或者实业 进行互联网加的改造 一定成为下一个 很大的一个风口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这个高端生物制药 肿瘤治疗这种生物科技 第五个呢 应该是大健康的生命科技 第六个呢 是现代农业 农业呢 以前比较分散 将来有品牌的农业 会成为新宠 还有一个呢 就是环保新能源 再一个呢 就是互联网金融 那有的同学问我 说到底我是打工美 还是创业美 你要理解美是什么 美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快乐 如果你选择打工 和老板一起创造 一起成长 一起分享 把那个企业 做成了世界500强 你成为这个企业的CEO的时候 难道你不是美吗 如果你创业 尽管呢 艰辛刻在心里 当最后一敲钟的一刹那 笑容挂在脸上的时候 我想 你就是下一个马云 当然了 做企业呢 就跟爬山一样 爬到山顶一刹那 一览中间小 固然感觉很好 实际 心态摆得稳一点的话 沿途你能看到很多 别人看不到风景 你也是一种快乐 你也是一种成长 不管是 打工也好 创业也好 我想 非语的成功呢 一定来于两个方面 小胜 靠风口 大胜呢 靠格局 谢谢大家 对付近冠雪 сы门 谢谢大家 咱 我等下 harm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